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的 走画花莲绘业书 用笔画彩绘历史的活动 国庆廉价分别在松原别馆 以及花莲文创园区登场 邀请到擅长速写的插画家 以及专业的导览讲师 带领民众先认识历史建筑开始 再透过画笔、速写记录 在园区内的所见、所闻 也吸引了许多民众报名参加 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 传丽的走画老乡承办的 走画花莲绘业书 用画笔彩绘历史 9日在松原别馆登场 十多位报名的学员 在松原别馆馆长罗曼玲的导览解说下 认识悠久的历史建物 以及园区生态环境 接着由擅长速写的 唱画家孙传丽老师 分享自己的数写技巧以及方法 2013年就开始从花莲 开始旅行、写生 走画老乡这样子 然后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吧 就从花莲市开始 然后一路画到东海岸 还有一路画到台东去 所以算是对花莲有一个很深的感情 然后这一次呢 就是主办单位邀请我 然后回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写生的一些乐趣 松原别馆的部分 我们是主要着重在植物方面的 一些知识 然后还有这些植物本身的故事 那下午的部分呢 我们就会就是由我会带大家做写生的课程 那我会分享我的这个就是速写方面的一些 一些技巧啦 或者是一些方法这样子 那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写生的过程 可以一来是可以享受这个环境 这个大自然的环境 然后二来呢就是可以用学习速写的方式 用快速的方式可以描绘你看到的地方 然后描绘你所见所闻这样子 九日松原别馆的速写活动 着重在园区丰富的植物生态 十日花莲文创园区 则着重在园区救救场历史建物的样貌 两场活动即报名而满 即盼透过活动 促进更多民众参与文化艺术活动 以及认识在地历史 在写生过程中享受与大自然的对话 并学习用快速的方法 去描绘记录当下的所见所闻 接着讲方言华联师报导